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会问 义的本质是以诚实待人 多余以敬前尊荣神吗? 绝对不是 然而除非人真诚地敬畏神 他就不能在每一方面都持续遵行爱人的诫命 所以在爱人的实践上 也显出当事人敬前的名证 此外 既然主清除起事 也借着众先知证实 我们做任何事也无法加给神什么 神要我们当尽的本分 并非局限于他而已 他也操练我们向临摄行善 所以使徒保罗将圣徒的完美总结在爱里 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 爱不是废去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说 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又说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保罗在以上的话中显明 他所教导的就是基督所教导的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显然 律法和先知 整本旧约 都将信神以及合法敬拜神有关的一切放在首位 而将爱人放在附属的次位 唯有信靠神 敬畏神 爱神的人 才能真正爱灵舍如同自己 主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说的 是指十戒的第二部分 吩咐我们以正直和公平待人 使我们借着遵行爱人的诫命 来见证出我们是否真的虔诚敬畏神 信神是爱人的根基 信才能生发爱